合并回来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不过在讲合并之前 刚刚同学问了一个还蛮不错的问题 VBA里面像这个MID在ECL里面也有 可是在VBA里面也有 它是用同一个 可是问题呢 我怎么知道说到底VBA里面有哪一些函数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要不你就坊间买一本 VBA的函数词典 还有相关的书籍 像旗标好像有 不过我的习惯是你打一个VBA VBA指的是这个VBA的大的物件 你把它点下去 其实点下去之后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ABS一堆 就是说所有从A到Z 所有的像这个MID 它会自动帮你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打一个VBA点 它就列出所有 ECL VBA里面所有函数 所有的 我印象中大概总数 ECL里面大概250几个 可是ECL VBA里面好像100多个而已 印象中好像刚好是那个ECL函数的一半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函数 ECL里面有 但是VBA里面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办 像我的习惯是 如果VBA里面没有 那ECL刚好有我就直接把它借来用 那借来用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用丢公式的方法 我们前面有教过 或者另外还有一招 你可以直接取用那个 ECL里面的函数 来VBA里面使用 可是要怎么使用 这个等一下讲 如果有一些函数你不会使用 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然后它会前刮鼓 像我们刚刚这一提前刮鼓 它会出现后面的提示 如果有一些细节你假如不知道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它会是 那个初体字表是说 它要跟你要这个资料 Stream 逗点几个字 那你会发现后面有个中刮鼓 这个中刮鼓意思说 这个引述没有也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 其实就等同是后面全部要了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我教各位就是 以前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你可以配合F1 F1就Call Help 实际上官方 里面也会有一个 官方版的那个 算是说明文件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就会自动跳出 MID的函数使用方法 那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它会有这个函数的相关使用规则 也有相关的范例 不过有的时候呢 写的刚开始 你可能会 好像有看没有懂 不过至少聊胜与无 以前刚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 刚开始真的看不懂 不过后来发现 真的就不是要让你看懂的 而是让你看关键的地方就好了 就跟你字典一样 人家字典哪有每个字都看 字典就是看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理论上 大家看一下哪些东西 然后呢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范例 照着做就可以了 这个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他如果你要从那个云端官方的这个地方看 你可以再上一层 它会有VBA里面所有的相关函数 比如说VBA里面的什么呢 相关的语言参考 这个里面都可以再点进去看 语言参考 语言参考里面就有什么呢 韩式有没有 那你韩式点下去 里面呢就会有所有的 它的有没有 这个全部哦 所以呢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VBA的话 那你可能要做一点功课 什么功课呢 就是哦 自己没事的时候呢 就把每一个点进去看 像我以前刚开始学习 真的就是下功夫 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点进 但是 暂时也许用不到 可是哪一天用到不知道 OK 那你至少就是哦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什么函数 好像同学常问到有DDE啊 有没有 动态连结的一个函数 就是它有一些资料丢过来 从别的城市丢过来 它可以去接啊 好 类似的 还有什么 诸如此类啦 我想请各位 有时间的话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我是没有从头到尾算 不过好像我记得是一百多个吧 当然 第一个是VBA里面的函数有这么多 你可以透过F1去查询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功能 刚好 另外 其实这个VBA点 你可以留下来 这样写可以 拿掉也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啦 我懒得打很长的那个函数 我就VBA点 然后把它叫出来 这样也OK 那第二个是说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什么呢 VBA里面的MID 那我想要用什么呢 用那个Excel里面 用那什么 用Excel里面的Repplace 当然那个VBA里面有Repplace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想要用那个Excel里面的 那个Repplace的话 那你必须要记哦 怎么去引用 Excel里面的函数 比较麻烦 因为呢 它要先用Application Application应该之前有跟各位讲过这个物件吧 这个物件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就是VBA里面的 有没有 VBA就是指它 Application 就是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就是这个东西 那实际上指的Excel本身 实际上就是它最老大 它最大了 点 点下去的话呢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Worksheet Function Worksheet Function的指物件 也就是说呢 这个Excel里面的所有的工作表函数 指的就是这个函数 点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 200多个函数都在这里了 那其中比如说我要用Repplace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R Repplace出现了 有没有 就在这里 那你一样可以利用它去做后续的事情 只是说它用的方法又不太一样了 钱瓜糊 它要传递的方式 又跟在那个Excel里面传递的方式不太一样 它现在已经在VBA的世界里面 所以你不能够用之前的写法 你只能用VBA里面写法 OK 比如说它第一个说 你要给我什么呢 String 那这个String呢 实际上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刚刚密的上面这个 这个 所以你就把Range这边 这一串东西丢过来 OK 第一个给它了 第二个它要什么呢 还记得吧 我们刚刚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是String嘛 第二个是 我们用那个 不过有时候 那个Repplace 最近使用过的Repplace 有没有 Star number 那你会发现这边比较清楚 那边有时候不太清楚 所以有时候 我还要回头看一下 这边看 Star number 然后几个字嘛 就是三处几个字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呢 如果有些地方忘记的话 那我就 Star number的话就是这个嘛 有没有 第几个字 D L E N 一样 所以你要写成这样 你不能写那边的方式 然后加 加几个字 加一个字就好了 逗点 然后呢 你要 再来什么 第几个字 然后呢 S G 不 跟进一下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E啦 先第一个字 再几个字 OK 然后再 变双以后 这样就OK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把什么呢 Repplace的方法 用在VBA 哇 第一个你可能要先 先把这个 记起来 Application 点Walkship 不过啦 你不用 这个可能要背 Application 但Walkship方法 不用 你就打一个WO 它后面就出来了 当然你要全部打出来 OK啦 然后再点 它就会出现 Repplace 那后面的规则呢 请你就要用 VBA里面的规则 而不能用那个 但两边 其实有类似的地方 做完之后呢 应该这样也OK 我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跑一下 因为这个刚好 同学问到 那我就顺便讲一下 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做出来会不会 结果一样呢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做 很多东西都是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发现 OK 现在 这真的今天 我没有彩排过 我之前也没有教过 第一次这样做 但是因为那个逻辑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东西 你真的就是要照着这样子 只是说这一串 真的还破 我不容易理解 你不用背 Application 点 Walkthrough Function 所以我是这样 Application 点 W O 就可以了 出现了 Walkthrough Function 点 然后呢 打一个R1 那你会发现它会把所有Excel里面 内部的函数 全部都帮你显示在这里了 那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VBA里面函数不够用 你要引用 那个Excel里面函数 那就这样用就可以 那后面的话 你就是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不过你会发现它很奇怪 什么R1 R2 R3 R4 看不懂 所以怎么 所以 这很奇怪 不过书里面是没有这样写 这个都是要自己凭经验的 OK 有没有 1 2 3 4 你就拿1 2 3 4给它 结果就正确了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点不负责任 它这个地方 没有弄得很清楚 其实我还蛮期待说 它这上面应该就是 那四个就是 刚刚看到那四个东西 不然的话 有很多地方就做不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我想额外补充的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也就是顺便讲一下 以后呢 如果你要使用VBA的函数的话 那其实你来VBA点 然后MID 按F1 参考就出来了 其他很多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花一点 这个还是要下一点功夫 如果你要彻底了解 一百 大概二三十个吧 你就是自己再做个笔记 那第二个如果不够用 你可以取用Excel里面的函数 用那个Walkthrough Function 这样的话应该够用了 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 第三个可以再配合我们这些丢公式 不过我发现丢公式比较简单 可是因为丢公式遇到大资料的话 对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你丢公式 它的简单是比较简单 可是它的效率会比较差 因为它是丢进去执行 丢进去执行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它丢进去会有很多的公式 所以你会变成你将来 也是有存档的时候 档案会非常的大 所以当然如果你将来要效率 跟档案又小的话 当然你可能要学习 用VBA里面的函数 或者是说用什么 用Walkthrough Function 这两个如果全部改过 效率应该就会 可能会好很多 档案也会小很多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额外的补充 刚好我同学问到 我就顺便讲一下 其他地方 其实有些东西是这样 真的你没有问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讲 没有一个 如果你们刚好问到 那我就顺便讲一下 因为你在里面